大家好 我是夏莱阿姨 上个视频有点激动啊 这个视频我不会哭了 但是这个视频呢 我会非常的气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主犯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是强奸犯 房间里的其他人也一样 最近在法国啊 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啊 这个人叫Giselle P 这个名字有点长 我们就叫他Giselle啊 这个案件相信你们应该也略有听说了吧 他当时的丈夫啊 就现在离婚了 他的前夫给他下了药 然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招募了八十名以上的男人 去强奸他 今天我们的视频 来分享和研究一下这个案件 听到这个故事啊 第一反应 我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实在太可怕了啊 前夫一定是恶魔的化身 我们肯定是希望 他和他招募的所有的男人 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 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那非常好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想法啊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他到底怎么招募 这些男人来强奸他的妻子的 那他的妻子那个Giselle 大家我下来阿姨 上个视频有点激动啊 这个视频我不会哭了 但是这个视频呢 我会非常的气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主犯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是强奸犯 房间里的其他人也一样 最近在法国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啊 这个人叫Giselle P 这个名字有点长 我们就叫他Giselle 这个案件相信你们应该也略有听说了吧 他当时的丈夫就现在离婚了 他的前夫给他下了药 然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招募了八十名以上的男人去强奸他 今天我们的视频来分享和研究一下这个案件 听到这个故事啊 第一反应 我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实在太可怕了啊 前夫一定是恶魔的化身 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和他招募的所有的男人 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 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那非常好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想法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他到底怎么招募这些男人来强奸他的妻子的 那他的妻子那个Giselle 又是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的 因为涉案时间从2011年到2020年 这个期间怎么就会没有人发现呢 家里人也没有发现嘛 在涉案的72个人 就是现在能够找到72个人啊 这个72个人里面有没有人在现场说 我不干我要走的 等等等等这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故事开始之前 记得点个订阅加个关注 觉得故事还不错的话 给个留言 点个赞 其他的我就 我不要求什么了啊 就这样啊 开始今天的故事 2024年9月17日 72岁的受害人Giselle P 留着红色的短发 戴着圆形的太阳镜 在律师和三个孩子的陪同下来到法庭 他一言未发 据他的律师称 他要直面51名年龄在26至74岁的男子的目光 Face to face啊 要看着他们说话 这些人啊 可能就是可能最后啊 都会判最高的刑事监禁20年 他们都是有正常职业的 基本上啊 就是消防员呀 工匠呀 护士呀 预警呀 甚至是记者 有单身的 也有已婚的 也有离婚的 情况多种多样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应招只来过一次 但也有人啊 来过十几次 有时候 他每个晚上都去啊 甚至一个礼拜 六天晚上 全部都去啊 专家称 他们中没有人有心理疾病 但他们指出 他们对女性的身体 有全能的征服感 许多人坚称 他们只是认为 自己参与了一对 放荡的情侣的 幻想的那种party 但是呢 这个主要 主要这个邪恶的丈夫 前夫啊 他说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 他的妻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是被他下了药了 所以当他们去强奸他的时候 他看到的Giselle 是知道他是已经昏迷 很深昏迷这个状态了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由决定权 是选择离开 还是继续留下来参与强奸 在2011年到2020年 将近十年的时间里 他给Giselle注射了镇定剂 更有72名男子 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 我这里讲一句 就是我刚才自己问自己的 有一名男子当场是掉头走的 只有这一个人啊 法庭上的证据啊 录音带总共记录了 92起强奸事件的场景 自2011年起啊 当时这对夫妇仍然是住在巴黎地区 但主要这个犯罪行为 是从2013年开始的 他们搬到了法国南部 拥有一个只有很小很小的汤 只有6000名常住居民的这个汤 叫马赞之后 一直到2020年 该丈夫对他的妻子 偷放强效抗抑郁的 这个萌药让他 让他深度睡眠之后 找人来抢见他 这个事情当时是怎么被挖掘出来的呢 是在2020年的秋天 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50年之后 50年不容易啊 吉塞尔当时68岁 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啊 他的丈夫 当时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更衣室 利用了针孔摄像机 拍下了女顾客裙下的镜头 然后当时就被抓了 这个就让50年在一起的这个妻子 吉塞尔感到非常的惊讶 警方透过搜查他的电脑 调查人员发现了许多 他自己拍下的自己的妻子 被陌生人强奸 身体处于这种卷缩姿势 明显失去知觉的这些照片和视频 这才揭发起了整起事件 现年72岁的吉塞尔 与法国法院出庭作证 称自己一直不知道被性侵 直到法国警方找上门 看到丈夫电脑中的影片之后 才得知真相 我相信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应该是完全崩溃的 要是我说句实话 要是心理承受能力差一点的话 真的会对自己做的很绝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他到底是怎么招募这些男人 来强奸他的妻子的 很简单 他使用的是在线聊天软件 调查人员在一个网站上 发现了他邀请陌生人 到他的家中和他的妻子 发生关系这个聊天记录 但是他也是有要求的 他会要求那些男人 不能大声说话 必须现在厨房脱光了衣服 而且不能涂香水 不能有烟味 这些男人呢 有时候要在附近的停车场 等候多个小时 因为他不知道 药剂什么时候开始发挥作用 他要等到他进入昏迷状态 深度昏迷了之后 才会允许他们那些男人 进屋 这个前夫 通过观看别人 性侵自己妻子而感到快感 当然他自己也会参与其中 在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涉及金钱交易 读物学家在法庭上指出 嫌疑犯给妻子 服下了包括安眠药 抗抑郁的药物等等 各种各样的混在一起的药物 另外一名医生做工的时候 指出性侵者没有要求被带安全套 以至于受害者染上了四种不一样的性病 Giselle和她的前夫 当时是育有三名子女和五名孙辈 其中45岁的Caroline 就她的一个女儿 中午在上庭的时候做工 她表示从母亲的口中 得知了父亲的这个恶行 她说她的生活完全就被像 拖进了地狱一样 完全被颠覆 Caroline还指出 警方向她展示多张 她自己就Caroline不省人事的照片 穿着她母亲内衣的照片 而她那个时候也是完全不知情的 所以她自己相信 她自己也是被父亲下药给迷晕了 她形容她自己的父亲 是20年来最严重的性犯罪者之一 在法庭上 这个父亲在女儿做工的时候 低头落泪 Caroline在2022年成立了 名为别让我睡着的组织 致力于提高大众对下药 及性侵犯这种警惕 她还出了一本书叫做 而我不再叫你爸爸的书 这个是非常心痛的 详细的描述了自己被下药后的经历 以及事件对她一家的影响 另外就是她还有两名媳妇 这个两名媳妇也上庭做工 警方向他们展示了 这两名媳妇裸体洗澡时的照片 他们才知道自己也是被偷拍的对象 令他们十分的震惊 其中37岁的其中一名媳妇 在法庭上回忆说 她年幼的女儿 曾经和她们的祖父一起去购物 当女儿要求她的爷爷给他买玩具的时候 她就向孩子们说 如果你为我裸体摆姿势的话 我就会给你买 这个有点恶心 这个就有点过了 这个就是整个案件的资料 资料并不多 律师在审判开始前向法新社解释说 受害人将第一次以审讯延迟的方式 再经历这十年来所遭受的强奸 因此她至此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知觉和记忆 这个案件将继续审讯直至12月20日 包括了主犯和18名被拘留的人 还有32名保释的人 他们面临加重性侵罪的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这个案件的资料并不多 没有关系 时差不够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好多话要讲 我有好多问题要问 在讲两句之前 先插一句 就是这个主犯 就是他的前夫 就是他的爸爸 这个爸爸 另外涉嫌两起案件 在1991年 在巴黎发生了一起谋杀强奸案 但是他对此否认 到现在还是否认的 第二个就是 1999年 在赛纳马恩省 也是巴黎地区 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案 但在他的DNA被指认后 承认了这个案件 这个是强奸未遂 下面我提点问题 就是这个过程中 每一步都是如何持续这么久 而这个人没有被抓到的 就是他不仅对他的妻子 而且还对他的媳妇 对他的女儿 就是证明他不是光根 他妻子两个人住 应该是有很多人住的 我猜的啊 他怎么会就没有被抓到的 而就是他如何邀请这么多人 来他的家里 甚至他的妻子都没有注意到 他邀请来的人 全部都是同意的 他是如何 就是你邀请100个人里面 才会有 比如说10%的人会来 他不可能有100%的人都会同意 那你问过的其他人 那些其他人 他们都没有报警嘛 就是他们都没有对 对此表示一种怀疑啊 或者表示一种啊 你在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吗 就是就很 很那么 一个很大question mark 我这里的啊 他是如何能够分享这些视频 而没有被抓住这些视频泄露 就是让他早点抓住他的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男人啊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绝大多数的男人 正常的人 我觉得都不应该会想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跟绝大多数的男人不一样 他给他的妻子Giselle录了影 他拍摄了自己和其他80人 具体我们现在知道数字是72个人 但是抓到的是80个人以上 所以对他实施的性侵的场面 这些视频让他得以重返犯罪现场 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但或许啊 我觉得更令人不安的行为是 他缺乏了悔意 虽然他在整个事件中 他是这么说的 你是我的初恋 你是我唯一爱的人 我非常非常爱你等等这样的 哇 但是他要将此案提交审判 但通常的这样的案件 应该是达成的 就是认罪协议 就是罪犯获得较宽大的这个刑罚 以换取性侵者 不被拖上法庭再次受到创伤 但是在本案中 接受认罪协议 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即使较短的刑期 他也是余生 因为他已经70多岁了 他余生应该也是在监狱中度过 但是他坚持审判 这个审判会持续四个月 这四个月会对Giselle 造成再一次的伤害 我相信他正在利用 我个人认为 我相信他正在利用这场审判 来故意让Giselle 造成另外一次伤害 他想侮辱他 摧毁他的精神 看到他崩溃 他很享受这一场秀 因为他觉得他是那场秀的主角 但是Giselle呢 我要说了 他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他放弃了匿名权 因为你完全就可以匿名 你不上庭的 但是他放弃了匿名权 拒绝让他和其他男人躲藏 他掌控着整个事件 他屹立不倒 坚韧不拔 令人钦佩 强奸案 受害者 这不仅仅与Giselle有关 我想没有人能够想象 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女性对这起案件感到愤怒 是有原因的 他不仅仅是发生了可怕的事件 他代表着更大的事情发生 长久以来 Giselle抱怨他的宫颈疼痛 于是呢 他就去看了医生 医生告诉Giselle 他可能只是劳累过度了 再加上由于前夫呢 不断给他用药 他患有严重的记忆丧失症 即使他不知道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也知道就是出了问题 每当他寻求帮助的时候 医生都会说你一定是疯了 你就是太累了 和Giselle的医生一样 当女性在讨论强奸案的时候 男人总会说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毕竟是少数 有人说这是一场阴谋论 有人可能会认为 我提到的阴谋论 是指Giselle的前夫 和他在网上认识了 这些男人之间的阴谋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阴谋论 阴谋在于我们全社会都假装 这只是一起孤立的案件 但也有人说 强奸犯只是少数 只要把他们关起来 女性就安全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故事最后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听到这个案件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们之前听过 是从女人的口里听到的 还是从男人的口里听到的 为什么只有女人 在讨论这个事件呢 而男人看的新闻 是跟我们不一样吗 还是另外有别的原因 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这个案件会有更新的话 我非常希望他在里面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 都被逛20年 如果这是中国的话就好了 就不止20年 这法国只有20年 最高兴起了 好 我会再给大家更新吧 好 这就是今天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对了 你讲到这个视频 我讲到这个视频 我讲到这个视频 sorry 我想起来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 就我觉得他挺好看的 他说的是有这么几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在party上就是有钱人的party 因为会有一些人 比如说保安啊 他们会去参加 他就招募了这些人 去他的一个小岛上面去度假 然后给他们用了百合花粉 还是怎么样 然后让他们去忘记所有的一切 白天他是给他享用了所有啊 比如说啊 最高级的服务 游泳池压 反正就是很享受 然后晚上 那他们迷晕他们的时候 就去强奸他 啊 这个案件啊 这个这个电影 应该说这个电影和这个案件 是非常相似的 怎么这个世界上就会有这样的人呢 哎 你们应该去看这个电影 我觉得挺好看的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最后这个电影是什么 我不能跟大家说 我也不想跟大家说 但是这个结果还是个好结果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看这个电影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